西装男正和妻子说着情话 可是一转头 他顿时沦陷 可是扑克还没打完 意外却发生了 西装男惊恐地看着眼前 他居然亲眼看着自己被抬了出来 他试图询问却没人理他 接着他看到了妻子悲痛地走了出来 他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所有人都对自己视而不见 可这时身边传来一道声音 受到惊吓的他在一转头 又是三个奇装异服的人 于是他崩溃了 当他再次站起来 却发现下院议长正在安排紧急公关 他试图解释 可是下一刻 西装男懵逼地转身 可是脖子上插件的小胖子告诉他 兄弟你已经达了 要接受现实 西装男却很不信任地说 这个世上绝对没有阿嫖 要么我就是在做噩梦 要么你们就是在玩Coffplay 一个脸上擦点灰 一个穿个破衣服 一个脖子上插个玩具件 你们在搞笑吗 然而下一刻他却看到了头哥 可是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一切 于是他准备逃离这里 而这群造型奇异的人也跟看戏一样 可是却一次次地被传送回来 3 来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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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67 原来在这个古宅打掉的阿飘都不能轻易地离开 回到房间的西装男开始了试验 他试图触碰人类 可是接触活人却让他极其难受 接着他发现在椅子上坐下来毫无问题 可是当他试图触碰 却根本接触不到 于是他认命了 成功成为了古宅内的第八个阿飘 可是这一天 他居然在古宅里见到了熟人 而老头居然和自己变成阿飘前的症状一模一样 他一直见到这一样 认识,你看到那儿 我看了 我试过阿飘压力 这些瓶子的几瓶不下一片 是否也有关于他 阿飘 阿里尔 你得到他来一下 是许可真 麦丽 是在这一点 这是人的ρί务 іт人呢 他可以 他不可以站在那裡 不可以站在那裡 你能站在那裡 你能站在那裡 也能站在那裡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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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留下